- We're right out there! 好的各位,歡迎回到Bellfield 1 那今天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好久沒有玩團隊死鬥了 其實我還是想玩搶攻,但是雅芙沒有搶攻 所以我們來玩團隊死鬥 那我之前上一段影片就跟大家說我要給大家做劉將軍步槍的影片 所以沒有錯,今天我們用的槍就是劉將軍步槍 我會說這把槍並不是一把 最適合團隊死鬥的一把槍 但是 既然我們目前 噢,fuck 我們目前只有團隊死鬥 沒有其他搶攻模式 其實他都不太適合近距離的使用 這把槍跟... 喔,Bellfield 這把槍跟那個... 這把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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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級的那把夜寮槍 Sub Slot的1906很像 你只有一個非常小的彈夾量 OK 六發 喔對,我覺得這個人 這個人他有做... 這個人上一場我就跟他玩 我就說 他是那個... 傷害掛 他用... 他用那個... 那把叫什麼 Cerigotti 好勾戰版 但他有調... 我覺得他絕對有去調那個槍的傷害 如果等一下我們再被他殺 各位可以幫我一起去... 評斷一下是不是 因為我曾經... 我被他... 用那把槍用太快的速度殺死過 很多次 OK,我們先不說掛太多 說不完 我們先收回這把 劉將軍步槍 他跟Serv Slot的1906非常像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非常小的彈夾 但傷害在夜寮槍裡面算... 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三發都可以放倒一個敵人 這邊還有敵人 三發都可以放倒一個敵人 但是... 只有六發所以... 近距離... 也不是說近距離吧 就整體來說你的彈夾量是非常不足夠的 但這把至少比Serv Slot的1906好多一發 所以理論上 在近距離如果你每一發都不miss的話 面對滿血敵人你是可以幹掉兩個的 但這個僅限於你要每一發都不miss 而且... 而且你要沒有被壓制 因為在壓制作用的情況下 任何的槍子彈都會有便宜 而半重步槍和巨槍最明顯 喔那邊有多人 那這把槍 跟Serv Slot的1906一樣 它的重裝速度 非常的慢 尤其是你如果沒有把子彈 完全打完一次重裝的情況下 你如果單發一發一發的去重裝 它的重裝速度真的非常的慢 而... 這把槍跟所有的醫療槍一樣 我剛剛可以看到 如果你... 嘗試用他的最高射速 去攻擊中... 中遠距離的敵人的話 他槍的準度會... 會有下降 而且是你...就是那種... 你沒有辦法彌補的下降 就純粹是... 你把準星隊在敵人身上 但他的那個... 子彈還是會飛往... 你預期不到的地方 我過來其實想救那個人 但看來這樣救不到 好 撤退 Reload 我盡力了 這槍子彈量實在太少 我們就必須仰賴我們的... 很多時候必須仰賴我們的手槍 nice 重鑽一下 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敵人 我目前還抓不太到這把槍的錢資料 喔! 這個人從哪裡來? 那些隊友 喔! 我覺得那邊應該是他們的一個重生的地方 不然... 人不會是從那裡冒轉 近距離有個敵人幹掉了嗎? OK應該是幹掉了 那是死人吧 哇! Hello! 我想救這個隊友 但是... 巴架 還有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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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敵人還有敵人 等一下還有你們沒殺掉他 拿掉面具 重裝 幫... 隊友把那敵人標出來 啊! 啊! 哪來是熟的 啊! 啊! 不好意思我沒有辦法剛剛的話說完 現在情況有一點... 有一點混亂 我們先專注在... 我們先專注在戰場上 我覺得我們被打退到一個角落 我們現在等於是在賦予防守 我看看我們能不能... 嘗試著從這裡繞出去 我試試看能不能救這個 Nice shot 救他 NO!我的手槍呢! Fuck Oh my god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手槍一直拿不出來 我們趴一下回... 呃不... 重裝一下子彈我們再衝 Shit 喔 啊! 太多人了 我們... 就... 我們被救了 我還想說我要讓隊友不要過來 就... 因為實在有一點危險 爆炸 啊! 躲不開那個... 躲不開那個手彈 我基本上只是想在死之前 看能不能殺一個 那個人的那個犯的那個手彈殺了三個人 OK 所以這把槍... 呃... WOTTA的評價如果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我覺得他跟1906 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 他比他好一點就是他的子彈量多了一發 那... 至於其他的細節 像子彈速度這些我不是很... 確定 所以... 我先不多說這個 但是... 我覺得那些都是小問題 都是小地方 子彈速度快 你打移動中的敵人可能會好打一點 但是其實... 但其實如果你們能夠熟悉這個槍的前置量要拉多少的話 其實並無所謂他的子彈速度快或慢 呃... 我們都知道Martini Henry的子彈速度比較慢 但是... 呃... 當你熟悉了之後我覺得... 呃... 打擊中中的敵人Martini Henry也沒有那麼那麼的困難 所以... 並不是說子彈速度快打人就方便 Guvier 98的距離槍子彈速度是遊戲中距離槍裡面最快的 但是... 我因為習慣了SMLE... 呃... 呃... 的... 子彈速度 我拿Guvier 98我總是聚不到人 所以... 其實完全在於熟悉也不在於子彈速度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細節 那... 射速這些我目前用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你要點的話 它其實跟SelfSaw的射速可以一樣的快 但是... 這種半自動的醫療槍你從來都不會希望 你會盡量要去避免用最快的射速去射它 因為... 它的槍自然而然就會不準 所以... 如果都只是點射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在於... 呃... 子彈量還有就是子彈的傷害 那既然這兩把槍的這方面都差不多 那... 似乎就沒有太... 呃... 太顯著的這個... 差別 完全最大的差別就只有在於... 這把槍多了那一發... 子彈 所以... 嗯... 你... 不要說... 選他還是SelfSaw的106 選他 但是你要選他跟其他任何步槍 那我覺得其他任何步槍應該... 大部分的步槍都比他好一點 但是必須留上去步槍是... 這遊戲裡面第一把... 由... 我們中國人設計的... 這個... 槍 所以... 在情感上... 是... 蠻值得去解鎖他的 但是... 主要是因為他不難解啦 所以你... 順著順著就把他解出來是OK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說你是要為了解一把... 厲害的醫療槍而去解他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去嘗試的解別... 別的... 而不是先嘗試去解這把理療力補槍 我覺得這把槍... 好在是他不太難解 如果他很難解的話我就會說他絕對是不值得你花時間去... 解他的 就像... 我覺得... 花時間去... 當初... 花時間去... 去磨到10級來解那個... Self Slaughter 1906也是不太值得的 而... 要去解那把更難用更難解出來的那把... Self Slaughter的... 狙擊手版本那就是更不值得 那把M91我還在嘗試要解那把我一直沒有... 可以... 有船可以打的那些地圖像海斯利霞這些... 我又不想要刻意去... 找那樣的... 伺服器來擺 其實我有試過刻意去找也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容易找到其實... 這邊應該會有人出來我覺得... 在這個... 在這個地圖... 阿爾共森林就更... 不合適用這把槍了... 因為你很多時候近距離遇到你的敵人... 你需要... 一次解決多個敵人的時候... 這把槍的子彈量... 本身就... 不足夠... 哇... 那上面也太多人了吧... 我還貪心射了一槍... 我應該直接就轉身就跑了... 我一點想把... 那個... 步槍榴彈... 換掉我的這個... 我根本看不到那個人在哪裡... nice... 他被... 他被... 那就換成步槍榴彈好了... 這個地圖... 太小了... 我們沒有太多... 能夠救... 隊友的機會... 而且我那個... 步槍榴彈的... 任務還沒有解鎖... 這隻是一個兵器... 就裝... 剛剛他們占了這個高地... 現在換我們了... 我... 我們要... 往他下面... 射個步槍榴彈好了... 我覺得應該... 會有一些敵人可以用... 146... 然後這把槍的重裝速度 如果單純看他的動畫的話 你會覺得這把槍的重裝速度可以 可以更快 所以我覺得他的重裝速度被放慢 完全是刻意的去拉扮他的動畫 我其實不太理解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把槍 並不會因為他的重裝速度太快而變強多少 但是DICE竟然做了這個決定 我只能說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某種程度上來說挺難用的 就讓這把槍變得更差了 因為他子彈數量少 他的重裝速度又慢 你會發現看到動畫的時候特別揪心 就這個人明明可以把子彈的動作裝得快一點 但他就偏偏慢吞吞的 不要我們往那邊射一下 射個補槍榴彈 沒有OK 那我們往下面 重裝 所以因為這把槍他的重裝速度慢 所以他一發一發裝的速度又比 又跟1906一樣 一發一發裝跟完全射完之後裝彈甲的速度 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這把槍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會建議你把六發子彈完全射完 然後再去一次重裝一個彈甲 就算你的彈甲裡面還剩下一兩發 可能你會 就是與其等著找敵人射 不如就把他對著牆壁地板射一射 然後直接重裝一個彈甲 這樣要來得實際一點 尤其如果你的子彈量只剩下兩發的話 你也不可能打死一個敵人 除非你爆到他的頭 然後再打他一發身體 這樣的話他可以死 那邊好像有很多敵人 我一點不敢衝太快 我怕近距離又撞到一個拿 那種之後衝衝槍的敵人 偵察兵他能逃到哪裡 喔!我們背後有人在丟手的 還是那不是從背後來的 感覺是從背後來的喔 喔!那裡有個人我們都沒看到 你會看到這地圖上面 人有多麼容易跟背景這些樹 融合在一起 喔!你看如果我們不是在重裝的話 剛剛那個被救起來的人 我們一定可以把他收掉 哇!那邊的敵人我們感覺 清掉他們要從另一個方向過來 保持移動不要讓狙手可以 盯住你的位置 往地上這邊丟一些 地料包 因為我覺得經過的人 有可能會撿起來 OK!我們又贏了 這幾場都比較短 因為感覺我們 目前兩邊的這個 實力相差好像有點多 不過 我們就給大家帶來很快三場這個 這個 劉強烈部槍的影片吧 通常我以前做 團隊死鬥或者是 搶攻模式的這種影片 我通常會做三場 剛好最後這場也是在 Bruce Lee Loft Pass 這個 新的贏了內部之招 DLC的地圖 所以我們就給大家 看一看吧 好各位 本來剛剛我們是 下一場是到這個 Bruce Lee Loft Pass 但是那一場 不是很精彩 就 太一面倒了 所以 我們就又到了下一場 這場 因為我看它還是新地圖 是在這個 哇 是在這個 海利斯 海斯麗俠 我好像每次都念錯這個地方的名字 海利斯俠還是海斯麗俠 總之其中一個 這個地圖 因為也是新的 Turning Ties DLC的地圖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得給大家帶來這一場 其實這場我有點想要不要用 劉將軍步槍了 因為我覺得 給大家看了兩場 這場 在用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 區別 所以看起來可能會 重複性有點高 我們下去好了 我們下去好了 所以 等一下看看吧 如果 劉將軍步槍在這地圖上用起來還不順的話 我們 看能換把步槍 他居然還一直待在那裡 這邊有敵人推過來 射掉這一發 重裝 你可以看到這把槍的 妖射 非常不準 OK 我們給大家換一把槍吧 我覺得之前我還有什麼槍沒有給大家看過 喔對 這個Federoth 其實Federoth我應該也要做一個 我應該也要出一個專題 因為他畢竟是 這個遊戲裡面唯一一把全自動的 一條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中間一直有其他的槍 噢 之前一直有其他的槍 這把槍雖然是豪國戰版 但感覺 妖射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準 我剛剛想說我們可以一直用妖射 就一下 Thank you 中間一直有其他的槍 呃 新槍解鎖出來 所以 也怪我之前沒有太認真的 去解那個 新的 新的武器 所以 對我 這把槍該解出來的時候 解出來的時候 Turning Ties DLC已經出了 所以變成 啊 注意力都被Turning Ties DLC給 吸引過去了 感謝你 Crazy Soldier 但這把槍 是 基本上現在 醫療槍裡面 最強的一把槍 就 其實很單純就因為他 能夠全自 能夠全自動發射 那個人想多 哇 喔 Creezy Soldier 能夠再救我們一次嗎 因為他真的 他的傷害 不高 但是全自動的發射 還有他的這個準度 真的會讓這把槍 在醫療槍裡面 呃 毒素一致 就沒有 首先沒有任何一把槍 是跟他一樣的 那他又那麼強 所以大家都會想要用 你一把強的槍 對不對 然後又 特別 跟以前你 玩過的所有一條槍都不一樣 大家應該都已經有點 煩這個 半自動的醫療槍 但現在醫療病突然之間 給了你全自動的選擇 你當然會想要用 而且這把槍用起來 很像一把突擊步槍 所以 那種BF4 BF3的老玩家可能 會對這把槍 很有感覺 我剛剛是不是被狙了 我覺得我應該是被狙了 他在 這裡 喔不是 啊 我是被散彈打到了原來 他是散彈快 難怪說打起來怎麼感覺那麼痛 感覺像是被狙到了一樣 現在還有人拿這個散彈快 是不是 散彈快有什麼 我不知道的 啊 有事 他們佔據了那個攤頭寶 那個也要靠狙擊手 比較能解決 我們也沒帶步槍榴彈 啊 被什麼背後偷襲 我們現在好像有一點沒有一個戰線 我們稍微 我們隨機重生一下 看遊戲房放哪裡 這邊挺好的 我們可以 嘗試解決這個攤頭寶 我不知道手的彈 能不能丟上去 看起來丟上去了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炸死 啊 我們如果帶步槍榴彈就好 我們如果帶步槍榴彈就好 剛剛我換了一下這個 這把槍的瞄準鏡版本 主要就是想兩種版本都給大家看一看 我個人覺得 好過戰板就可以了 這個瞄準鏡不是那麼的 必要 反而這把槍的腰射準度還被降低了 而這把槍 是一把近距離的槍 所以 腰射準度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我覺得 現在這個遊戲裡面等於是有兩把不平衡的槍 就是有Parabellum跟1918 所以以前我們只要容忍1918 現在我們要多容忍一把Parabellum 天啊這把槍上面的圓形瞄準鏡也太大了吧 我剛剛想說 紅點有些時候看不清楚 結果 他的圓點實在太可笑 沒看過這麼大的圓點 總裝快 我覺得我的子彈 的那個分散 都 被這個圓圈涵蓋住了 所以等於是我 把圓圈對到敵人身上 我也不一定打得到敵人 這場我們看來要輸 謝謝你待在那裡 這邊好像有人 對 留色 哈囉 還有嗎 沒有 所以 這裡面差不多要到尾聲 所以 有用具步槍 非常 非常 有情感的一把槍 但是 卻不實用 反而很讓人傷心 我 我其實蠻意外 過了這麼久 DICE 還沒有對1906 或是類似那樣的步槍去 做一個改變 更改讓他們稍微 比較能用一點 但是或許他們覺得那個槍 已經本身就OK了吧 那不管怎麼樣 呃 感謝你們大家今天的收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對這個 留戰步槍 還有Federov的想法 感謝你們 我是小J 我們 下次再見